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是Mac使用手册的第一集 从小白到入门 我们先从Mac的桌面讲起 它和Windows的桌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点的不同就是顶部的大横白条 它就是Mac传说中的菜单栏 这也是Mac系统的一大特点 Windows系统是没有的 Obuntu系统好像也是有的 当我们上手Mac之后 我们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除非你最大化了某个应用程序的窗口 或者在系统设置里隐藏了 作为一个Mac用户 我建议你保留它 它太重要了 如果你一定要隐藏 那就点开左上角的小苹果 偏好设置 通用 自动隐藏和显示菜单栏 菜单栏消失了 右上角的这部分被新称之为状态栏 顾名思义 这个区域显示系统的一些状态 比如电池电量 WiFi 蓝牙 时间等信息 和Windows系统的右下角的任务栏 差不多 而左上角的菜单栏显示的是 当前正在打开的程序的菜单栏 这点倒是和Windows有非常大的区别 举个例子 我们在Mac和Windows里打开Google Chrome 此时Mac顶部的菜单栏则显示其相关功能 而Windows却什么都没有 如果当前没有打开软件 则显示的是仿达的菜单 点开左上角的小苹果 可以查看本机的信息 对你的Mac电脑进行设置 以及关机 睡眠 强制退出等操作 其中系统偏好设置尤其重要 在这里可以进行很多的系统设置 和Windows的控制面板差不多 我们在后续的视频中会详细介绍的 在桌面的最底部 这一排放着各种图标的叫做程序物 和iPhone iPad底下的程序物是一样的 常用的应用程序可以放在这里 在Windows里很多用户习惯于 把软件的快捷方式放在桌面上 比如这样 而在Mac系统中 我们都习惯于把程序的快捷启动 放在程序物上 程序物分几个区域 这一块是同一个Apple ID的 其他设备上启动的程序 这是中间的一大块区域 都是放你常用的应用程序 启动的快捷方式 比如我点击了这个备忘录 备忘录的应用程序就启动起来了 这里是第三个区域 它的作用是 显示你启动的非常用的应用程序 听起来很拗口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启动了Google Chrome 它就会被摆在这里 在Mac系统中点 关闭程序并没有真的退出 系统只是把它的窗口关闭了 注意在Mac系统中 程序和程序窗口是两个东西 窗口关闭了 但是程序还在运行 这是第四个区域 它只允许放系统的目录和文件 比如下载目录 以及下载目录里的文件 回收站 它们都可以放在这个区域上 这样的设计看起来 是不是很科学呀 程序物上所有的应用程序 快捷方式 你都可以通过轻点触控板 来启动这些应用程序 但是Mac系统在缺省的情况下 轻点了之后 并不能启动这些程序 Mac系统在默认的情况下 是需要物理按下触控板 才能启动程序 像这样听到一声卡 这样物理的按下去 才会有作用 我们再试一次 对 就像这样子 如果你不习惯这个操作 在Windows下 我都是轻点启动的 如果我们希望 在Mac系统里 保留这样的习惯 也是可以的 点击左上角的小苹果 选择偏好设置 选择触控板 第三个选项 轻点来点按 前面勾上就可以了 现在 你轻点触控板 就有效果了 我们在程序物上 试一下轻点一下备忘录 看备忘录 就启动了 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你还可以通过这里 进行一些其他的设置 把系统设置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Mac用户来说 这样的触控板的操作 是必须要学会的 比如说这就是三指的功能 辅助点按 双指点按 或轻点 单指轻点 轻点来点按 这是我刚刚设置的 滚动方向自然内容 随手指移动 放大缩小 双指捏合 智能缩放 双指轻点两下 旋转 双指旋转 还有更多手势 在两个页面之间清扫 双指左右滚动 在全屏显示的应用程序之前清扫 三指左右清扫 通知中心 双指从右边圆向左清扫 调度中心 三指向上清扫 平铺所有窗口 三指向下清扫 应用程序控制台 捏拢拇指和其他三指 显示桌面张开拇指和其他三指 还有一个拖动窗口的功能 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按下触控板再拖动 Mac还是提供了一个更方便的做法 在系统偏好设置辅助功能 指针控制 鼠标与触控板 触控板选项 启用拖移 选三指拖移 现在三指放在触控板上 就可以拖动窗口了 还记得之前 在触控板设置里面 有三指清扫的功能吗 我们回到触控板设置里面 一开始 全屏应用程序之间的 切换用的是三指 现在被系统自动改成四指了 因为三指被拖动窗口占用了 这些都是Mac的基本的功能 作为一个Mac用户都应该学会的 我个人其实比较习惯开启三指拖动 按下触控板 再移动手指单手操作 是比较有难度的 双手操作又太麻烦 非常的不方便 三指方便很多 也人性化很多 这里顺便说一下 在Mac系统里面 复制和拷贝是两回事 换起右键菜单 差不多等同于 Windows的右键菜单 用两个指头按下触控板 它会弹出一个菜单 这个就是Mac的右键菜单 在右键菜单里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操作叫复制 第二个就是拷贝 我们先选择拷贝这个文件 然后现在就等于你已经拷贝了这个文件 我就可以把它粘贴到其他文件夹了 我打算放到别的文件夹 比如就放到文稿里面吧 我们先换起右键菜单 选择粘贴项目 看起来是和Windows的复制粘贴一样的 那复制又是怎么回事 选中文件换起右键菜单 选择复制 系统生成了一个该文件的副本 所以不同于Windows Mac系统里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是有差别的 我们刚刚把Mac最强大的触控板都设置好了 现在我们回到桌面 不同于Windows Mac桌面上什么也没有 Windows起码还有一个我的电脑 当然最新的Windows 10 Windows 11好像也没有了 Mac的操作习惯是这样子的 首先启动应用程序控制台 点按这个图标 或者按下键盘的F4键 系统会弹出一个界面 这里面显示了Mac上 所有安装的应用程序 点按你想启动的应用程序 图标就好了 当一屏放不下的时候会有多页 可以使用两指左右滑动来翻页 在使用Windows的时候 如果要访问我的硬盘 打开我的电脑C盘或D盘这类分区 去进入硬盘文件系统 Mac是没有分区的概念 当你启动访达的时候 在访达的左侧个人收藏里会有几个目录 默认是最近项目也就是所有文件 除了这个下边都是真实的目录 一个是文稿 第二个是下载 系统默认是没有展示出所有的 选择应用程序菜单栏 访达菜单 再选择偏好设置 这个硬盘勾上在桌面上 会显示你Mac的硬盘 打开你的硬盘 第一个是系统目录 这里面的文件请不要去动它 第二个是用户目录存放的 都是Mac上所有用户的文件 下面两个是资源库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就是我们安装的一些应用程序 这里面就是我本机安装的所有的应用程序了 资源库一般我们不会直接修改里面的文件 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吧 所以也请不要直接去动里面的东西 因为我个人的使用习惯 我一般不在桌面上显示硬盘 客观的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们再看一下边栏 把影片音乐图片这些都勾上吧 Geeker也勾上 Geeker就是我的用户目录 上面的桌面文稿 下载影片音乐图片都在用户目录里 我们需要理解一下用户目录的概念 Windows也是有用户目录的 只是因为有了分区 所以用的不多 再选高级选项 显示所有文件的扩展名 把这个选项勾上 这个和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里面的设置 显示文件扩展名是一样的 基本的都设置好了 现在可以方便的使用Mac了 通过前面的介绍 相信你对Mac有一定的了解了 是不是感觉整体上比Windows要简单一些 科学一些 跟Windows一样 Mac也有最大化最小化按钮 第一个区别就是位置不一样 Windows在右上角 Mac在左上角 Mac应用程序窗口 最大化和Windows有很大的区别的 看它会整体全屏 把顶部的菜单栏和底部的Dock都隐藏掉了 实际上Mac上的最大化是新开了一个桌面 在Mac系统里 你可以把不同的应用程序放在不同的桌面里 也就是说Mac系统可以同时开很多个桌面 像这样点加号就可以增加一个桌面了 最大化的应用程序也是放到另一个桌面里了 你可以通过触控板上的四指左右滑动在不同的桌面之间切换 这个功能很常用 当我们有几个应用程序窗口最大化的时候 这样子的来回切换就显得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要想退出最大化操作也很简单 你把光标移到这个顶部菜单了 最大化的按钮又出现了点击之后又回来了 Mac用户安装软件有两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和iPhone iPad一样的 使用App Store进行安装 在程序物上启动App Store 使用它的搜索功能去找到我们想要安装的软件 我搜索一个WeChat 微信我安装过了 对于未安装的应用程序后边会有一个获取按钮 清点就可以安装了 第二个途径就是直接下载安装 这个途径在iPhone iPad上默认不支持的 演示一下Mac上的 首先打开一个网页 我们假装去下载一个QQ 点击下载 找到下载链接 点击下载 允许 等下载完成后打开它 同意 直接把QQApp拖到Applications里面 就算安装好了 提示我替换是因为我安装过了 替换 输入密码 这就安装完成了本地安装 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录到这儿 大家有什么建议 欢迎给我留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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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